香港彩虹 金龍飛舞 還有仙女夏帆 事隔五年 八一跳傘隊重臨香港 這些是千米高空的高難度動作 但是漁演已經吸引不少人圍觀 個個都看到滑滑聲 很漂亮 有些成姐 她下來很自然 很多人都扑在這裏 她的賴看她下來 站在這裏走幾步 很酸 一個是三歲半 一個是六歲 兩個大人很興奮 一個曬得過 以前沒看過 以前沒看過 然後碰巧剛好趕上 機會難得 跳傘隊員說 維園周圍的高樓大廈 在上空造成亂流 為表演增添難度 而且天有不測之風雲 他們已經就特殊的天氣狀況 制定應變計劃 務求在安全的情況之下 盡量為市民表演 我們也準備了很多套 就是說方案 比如說低雲啊 大風天啊 像這樣的方案都有很多種 但是都是在我們的 就是說這種氣象條件 也已經達到我們最大限度了 那麼首先在我們降落傘 保證安全的情況下 如果超出這個範圍 我們可能就不進行表演了 隨著颱風迫近 可能會影響八一跳傘隊的表演 大會說 如果天氣狀況惡劣 會取消跳傘的表演 並會視乎政府的場地安排 令定日子保辦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張家衡報導